建设一张5G定制教育专网 让多所高校的师生可随时互访校园内网 实现各类数据的交互与反馈 且全网全域实施安全直达 全国首个5G加无边界大学城率先在上海得以实现 2月17号 中兴社记者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采访时了解到 由松江大学城7所高校 以及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农龄职业技术学院 联合电信部门推出的5G加无边界大学城智慧教育试点项目 以基本完成5G覆盖 三月底将开通全国首个试点高校 接入专网并同步应用场景落地 这个5G技术的出现 经过跟我们这个校园网的连接 一些专业的技术把它连接好以后 打破校园网的边界 让我们的校园网能够延伸到学生的宿舍 家庭 甚至是实验室 凡是5G覆盖的地方都可以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信息上让我们的大学城成为一个无边界的大学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罗玉宏介绍说 松江大学城是上海最大的高校聚集区 各校专业 各具特色 互补性强 针对各校在信息化建设 特别是在教学交互 教学手段 校园管理等领域内遇到的瓶颈与痛点 九所高校借助电信云网一体优势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 5G精品录播课堂 5G加VR实验室等充分体现5G超高速大连接 多网融合 安全接入管控 边缘计算等特色 打破了之前学生访问校园内网 需要手机安装APP VPN拨号上网慢的传统 我们这个在疫情的防控期间 我们这个学生要到别的高校去参加一些讲座也好 学习也好 选课都是受到一些限制的 由于这个网络的延伸以后 我们这个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端 就是通过5G技术可以无感知的访问校内的内网 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方便了学生的一个使用 电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探索是松江大学城数字化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 未来 项目将不局限于松江或上海 期待持续在全国各类各级高校教育机构进行推广复制 从而形成一张可在全国互联无界的广域5G教育专网 打造教育行业的大数字底座 同时 以5G作为网络基座 打通高校的特色资源 并结合云计算 AI等技术 通过教育大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孵化智能化教育类应用 最终实现各类高教人才的复合化培养 我们目前和学校一起计划对WTO亚太培训中心的经贸类课程 可以在人员场地或者疫情防控受限的条件下 通过5G技术进行超高清的直播与远程教学互动 那么像其他诸如视觉艺术学院的5G精品录播课堂 可以让学生以高节期度多机位的模式 观看到现场艺术表演的全貌与细节 那么东华大学的5G加VR实验室 可以让学生在课外任意地点进行VR实验操练 以及完成跨校区的VR实验指导 与团队实验协作功能 解决我们传统的实验高危险高消耗的问题